日前 围绕着荷兰泰奥泡公司 影视唐德和餐星制作《中国好声音版权官司》再度升级 今天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官方微博公布了保全裁定 应唐德的申请 法院则令上海餐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立即停止在歌唱比赛选秀节目中的宣传 推广 海选 广告超商节目制作过程中 使用包含《中国好声音》The Voice of China这样的节目名称及相关注册商标 如果维持这一裁定 则正在制作中原定于7月首播的蔡兴2016《中国好声音》有可能更改节目名字 据悉 唐德为了申请这一裁定 已经向法院付出了1亿3千万的担保金 还有可能难以收回这笔巨款 如今这两场官司都还未获得判决 《星空传媒》《荷兰挑扒》《唐德影视》和蔡兴制作 这一场关于中国好声音的恶斗也远未停 节目能否播出还是个未知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